台湾还没有打算要强制撤侨 但是不可否认的 现在有不少人想要赶快离开日本 那目前日本的机场状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来看民事记者 汪玉荣跟邱少阳 在东京宇田机场的报道 等着办报道手续 东京宇田机场不少柜台都大排长龙 中国航空这一边也等了好久 我正好是我的航班 然后今天要飞到北京 住在日本的话 您会配合这个撤侨计划吗 还是你觉得没有必要 我会配合中国的行动 因为我比较相信中国官方的证明 截至星期三晚上 只有中国宣布撤侨 不过美国 加拿大 英国等国家 都已经建议国人不要前往日本 德国和法国的驻日领事馆 更是一一打给侨胞 要求回国或到第三国去 像这位美国爸爸 就决定带着太太和小孩 先到香港避难 我们认为它很适合 离开这个地方 我妻子是美国 美国大阪 非常敬虑地聘订了我 然后告诉我 其实我非常感谢 他们的赞议 日本还有其他美国朋友 还有其他美国朋友 他们有很多美国 美国已经离开了 已经离开了 飞往日本的搬机减少 导致飞离日本的搬机 也跟着变少 因此后机旅客 看起来比平常时候来得多 但不可否认 辐射的威胁是一大因素 为了安全 为了求个平安 陆续已经有人开始离开日本了 包括在雨田机场 还有成田机场 也都有出现一票难求的状况 我们现在也要回到台北去的 以上是民事新闻 秋少阳 温云荣 庄顺发 杨伯爵 在日本东京的报道